我们也在为水质的安全做出更多的一些努力 因为作为水厂来说 安全是最关键的 能够消除掉一个重大危险源 那肯定是一个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常规的水处理呢 一直是以液滤来消毒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水厂来说 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危险源 安全是很大的一个隐患 一个就是一个人员的安全 因为我们绿瓶的一个更换 都要我们人工去进行一个更换 那么往往会接触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微化瓶 所以对于一个人员的安全 和一个我们运行状态的安全 还是非常不可靠 那么我们从2016年 2016年开始 我们就是逐步在市场上进行一个接触和了解 作为一个改造项目 到底我们采用哪一种工艺的消毒 那么这次的合作来说呢 格兰夫也是非常的一个整个设计系统的完善 那么现在用了次力刹那呢 那个只用实盐 那那个安全系数就比较高了 它只是一个实用的人体实用的一个产品 这个因为第一个采用了格兰夫的磁力刹那之后呢 一个就是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重大危险源我已经消除掉了 那么对于我们水厂的安全来说 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现在已经是用非常安全的方式去消毒 采用就是一个原料 就是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个实用盐 加水进行电子的一个消毒工具 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安全 因为采用了那个格兰夫的一个 次力刹那成品自备 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消除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危险源 那么这一块的话 对于我们水厂来说 对于我们行业来说 包括你提到的一些社区啊 环境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 很大的一个改善 那么这个以后 像这种自那的一个现场自备的工艺来说 在整个自来水工艺 在全国的自来水工艺 消毒工艺来说 肯定是慢慢在一个驱使 肯定是慢慢在往外在扩展 可能是像我们这边 可能沿海地区啊 可能发达地区 可能走得相对说快一点 人为的安全是最关键的 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thank you 甚至是 我那么 感谢观看